来看看新闻吧 毕业就进了舞蹈学院 1995年就被发掘 和朋友一起组成了 歌唱组合《中国力量》 演出范围遍及全国 1998年还上了央视春晚 在一连串的开场歌舞表演中 站得一席之地 我成为了一名演员 我也不知道 就是有可能是 刚开始是为了生活 就是你知道唱片不景气 然后网络时代的到来 然后让 不是说没有饭吃 就是你没有了目标 没有了追求 就是你很想 重新回到那个舞台上 但没有了机会 所以你要寻找就是改变 所以有这样一个机会 去拍戏了 当时拍戏真的是为了改变 为了生活 从宫一旁而红之后 和盛民机器很有计划 他不像大部分演员 所期望的那样 去多演时装偶像剧 而是走起了类型路线 分时段分角色 扎根进了观众心里 大家认识我是因为我 我一直在拍古装戏 去年我一年都是光头 我一年拍了四部戏 四部古装 有可能我很极致 很极端 很偏激的一个人 就是 比如说我拍青妆戏 我要全部 这一段时期 全部拍的就是青妆戏 其实我觉得 这是一个 给人留下印象的一个方式 即使是这样阳光灿烂的笑 骨子里的形男气质 还是隐约又顽强地流露出来 其实在网络上 和盛民秀肌肉 秀身材的照片很不少 于是接下来的这个阶段 你会看到他放下千千君子风 玩粗野玩热血 我现在拍的是战争题材的戏 演军人 有可能在这一段时期 我都希望是一个军人 对 然后这个军人拍过之后 有可能我开始拍现代戏 都是全部都是现代戏 做到 不能说做得最好 就是说 我是希望在这一块 就是让大家有一个 很固定的一个印象 和一个模式 对 这个时期 我们记住了年代戏里的他 也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就会在电视里 看到穿着潮流服装 出现在现代戏里的何盛民 曾经丹飞去香港发展 被港人称作是 内地版郭富城 名字从何敏改到何卫级 再到何盛民 辗转折腾是为了发展和前途 何盛民 下一个全能实力派 也许就是他 对